大家平安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啊 而且各位看還是不戴口罩 像我們分析師這個工作 在講話嘛 對著螢幕講話 難免都會有一些飛沫 對不對 這個麥克風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分析師要戴口罩 不然下面一個老師接著錄 那個麥克風萬一忘記消毒 有時候你消毒也不會完全消好嘛 那如果沾在衣服上怎麼辦 我覺得人要替別人想 不是只想到自己 上節目不戴口罩 講話觀眾聽得比較清楚嘛 招收會員比較容易嘛 這個我們當然都知道 那為什麼老船長選擇戴口罩 我尊重下一個分析師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好 那 什麼 怎麼沒有人管喔 那不關我的事 我叫王軒忠 我不叫陳時忠 OK 好 那台北股市啊 今天下跌106點 你說跌得很多嗎 也不至於啦 但是喔 因為之前啊 這一段看到沒有 這一段叫磨死人了 一個突破立刻又壓回 這個各位觀眾 很正常 因為我們要跟著 美國股市怎麼樣 有一個相互的關係嘛 美國股市壓回 我們一直創新高 這個也不合理 為了什麼 因為在台灣的這些外資喔 他們看到美股大跌 第二天台北股市 他們就會怎麼樣 倒股票 這是必然的 因為國外的投資人 他可能要贖回基金 或什麼之類的 大家要明白 所以 這是一個地球村的概念 你可以暫時 跟別人沒有太大關係 或者是逆勢 但是呢 時間拉長一點點 都是 同樣一個方向的機率 是比較大的 大家要明白 今天盤中到窮期還是跌的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美國股市繼續跌的話 那麼台北股市不排除喔 注意喔 不排除明天還是要跌喔 那你說要往上大拉在漲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你要觀察美國股市有沒有轉強 這個沒有辦法 你問老船長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 美國股市又不是我在控的 對不對 我只是告訴你們 你們要這樣子注意 好 那如果美國股市又大漲的話 那台北股市不用講嘛 自然會往上噴嘛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回到個別股票來看的話 我在好幾天以前 我就已經講過了 這個 我們不碰航運股 不是說不看好航運股 而是操作航運股的這個難度非常大 它一下子給你漲停 一下子給你跌停 我請問大家 我帶會員 我怎麼操作 我怎麼操作 對不對 掌停固然好啊 哇 會員好高興 跌停鎖呢 會員來問你說 啊老師啊 明天這怎麼辦啊 晚上睡不著覺啊 所以當一個分析師帶這麼多會員 他是有他的怎麼樣 一個立場在的 我可以讓我的會員少賺錢 但是我不能夠讓我的會員晚上睡不著覺 而他們又問我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又答不出來 那不然你麥克風督過去啊 你問你的老師 欸 航運股明天怎麼走 他回答你 鬼才知道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要去玩他呢 對不對 因為航運股前波的漲幅很大 所以他在這個高檔他要震盪怎麼樣 整擬盤 我已經宣布了 這麼久的時間了 很多觀眾喔 不諒解 那我剛剛已經解釋過 我帶這麼多會員 我要讓我的會員怎麼樣 走穩健的路線 我們不是不會做航運股 我們進去做的時候 兩天賺19% 對不對 那你看航運股今天的表現 除了長榮比較好 那為什麼長榮比較好呢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三檔股票裡面 獲利也比較差 然後股價最低的 對不對 這也很合理嘛 那有的比較高的 大家不敢玩 跑去買長榮嘛 是不是 那你看這個 陽明 我們舉例陽明好了 對不對 你去買陽明 今天大部分都是套牢嘛 事實勝於雄辯嘛 你告訴古海老船長 你今天去買陽明 你賺得到便宜嗎 那你說老船長 我不是今天買的 你不是今天買的 那你最近去買陽明 你賺得到便宜嗎 沒有錯 很多電子股最近表現也都不好 可是睡得著覺 你看看 結果還來自然 Martyn 你們就要注意了 就完全是賭博的性質比較大 那當然你說我放長線那OK嘛 對不對 像你這個 陽明這個什麼時候要解套 可能需要很大的時間 對不對 如果老船長我沒有長榮 我也沒有陽明 哈哈 對啦 我知道 你買的是金海 不是啦 萬海啦 一樣嘛 來 來 所有都套牢 那我已經多少天跟你們說 我們不碰航運股了 兩個禮拜有了 結果你看看 這兩個禮拜在幹什麼 所以剛開始我在講的時候 我不是講給我的會員聽 我的會員沒有嘛 兩天賺19%就跑了嘛 所有資金灌長榮嘛 那時候很好賺啦 兩天19% 各位觀眾 好不好賺 你現在買進去就套牢 那我知道我跟大家說 不要再玩了 因為它現在籌碼亂了 它是震盪整擬盤 觀眾開始比倒戰了 所以我這一陣子 兩個禮拜 我的這個倒戰數比以前多很多 什麼 我在不在意啊 我一丁點都不在意啊 盡量比啊 你們如果這樣比倒戰啊 你買航運股會賺錢 那我恭喜你 或者是你買航運股 你可以解套 那我也恭喜你啊 對不對 來到股票市場 又要塞性的 耍個性 你要想要開名車住豪宅 修養太差啊 你要看看這個分析師 他分析的有沒有道理 然後你用事實來印證他 如果你覺得他講的沒有道理 因為他講的你不愛聽嘛 你滿守航運股嘛 對不對 那你跟他比倒戰嘛 就事實證明 叫你要避開震盪整女盤的老船長 神准 那你應該怎麼樣 跟他比戰啊 你說不行 我就是一定要比倒戰 那我跟你說過 我根本無所謂 你盡量比啊 對不對 我的節目是做給 智商高的投資人看的 他看完之後對他有幫助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不是要做給散戶認同的 如果我跟著大家在那邊喊 每天就像其他的老師一樣 航運航運航運啊 對不對 叫你趕快買船產股啊 之前航運最好賺的那一段 叫人家把怎麼樣 航運賣光光 去重壓鋼鐵 結果鋼鐵怎麼樣 怎麼樣嘛 你們說怎麼樣嘛 怎麼樣你告訴老船長嘛 這事實會證明誰是對的 不要一副那種正能君子大老師的那種形象 那個騙不了神明的啦 我的節目喔 你每一集往回去推 是進了一集考驗的 很多分析師喔 那個YouTube喔 看兩三天就知道是金光檔 只是很多觀眾很懶 他在選擇分析師的時候 他都不看多看個兩三集 每天看他節目講的四平八穩的 對不對 叫你把航運股最好賺的那一段賣掉 沒有賺 跑去重壓鋼鐵 結果鋼鐵今天怎麼樣 你看今天的鋼鐵 我們講最強的之一嘛 中鴻 趕快買啊 老船長說他都不做鋼鐵骨的 等一下掌停鎖打臉他 吐口水比倒贊 沒關係啊 收盤狂漲一毛 又套一堆人 至於看喔 看到沒有 又套了一堆人 這裡爆大量 多少人全部追在這 大財經台大老師連線 全部都在講怎麼樣 鋼鐵好啊 全世界的鋼鐵股只有台灣在漲 你聽懂了沒有 我再講一次 全世界的鋼鐵股只有台灣在漲 台灣有產鐵礦砂嗎 沒有啊 我們還不是鋼鐵產地 你跟人家漲什麼東西啊 人家不給我們鐵礦砂 我們練什麼鋼啊 那我講過一個不是知識是常識嘛 你 航運跟鋼鐵你選誰 當然選航運 那要做什麼鋼鐵啊 我講這話有錯嗎 很多人腦筋想不清楚 我的老師跟我說重壓鋼鐵 我們就重壓鋼鐵 航運賣光光 航運一直漲怎麼辦 我的老師在節目上就跟大家講 航運也好 鋼鐵也棒 就是不要做電子股 就電子股開始大漲 你的老師我佩服啊 真是天字低號 神準反指標啊 結果怎麼樣 市場上所有豬腦袋都看節目 豬腦袋特多啦 所以點閱率最高啊 很合理啊 對不對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要跟大家報告 你現在套在航運的 跟鋼鐵的朋友 如果我上半段的分析 你不能接受 那你下半段就不要看了 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嘛 你就永遠抱著鋼鐵跟航運嘛 是吧 導播 好 古海茫茫茫茫茫 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帐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委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那么讲电子股之前 一定要把大魔头 抓出来讲一讲 你们说它是护国神山 我也认同 但现在呢 我给它取个绰号 叫大魔头 也很合理啊 各位看到没有 细 冲上去跟真的一样 又摔死 为了啥的迷 你看所有的分析师的节目 只有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说台积电 这个套了几百万张 我会有没有讲 老船长你有讲 这几百万张要消化 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会有没有讲 有啊你有讲 我说它要拉起来 给你们解套 除非有天大的利多 对不对 对啊老船长 听说要开法说会 对啊 要开法说会 大家赶快去卡位 你最聪明了 结果法说会变法会 对啊 对吧 但是台积电是不是好公司是 可不可以长期投资是 但是你在股价上 它有高低之分嘛 你要去面对市场上 给你的答案嘛 你不要在那边 那没有用 我说过钱不会回来的 每天在股市耍个性的人 早晚穷光蛋 对不对 你要去截取别人的优点 人家分析 然后你对照 哇真的神准 对照鬼扯淡 那你以后不要去听它的分析嘛 这样你就可以避开很多的地雷 而且市场上这么多老师都地雷 我讲的是不是 啊车用电动车 车用电子啊 对不对 你去追又套在高档 一台电动车我讲过了 里面有多少的电子零件啊 哪一个不是电动车概念股啊 神经病 只是还没有涨而已 那先发动的有的很多都怎么样 EPS很烂的 阻力在炒的 你去玩 你叼住了 你就小心一点 这样大家了解了船长的意思 我会不知道那些什么概念股啊 我当然知道啊 可是呢 我们要买就要买怎么样 基期比较低的 然后我认为它一定会大涨的 你洗盘 我有耐心等你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时间我知道 如果带会员去做航运股 是占不到便宜的 就果不其然 还好没有去做 对不对 那老船长你今天测标写什么 什么前任后任 你以为是女朋友是不是 不是啦 这个心情哦 我先讲心情 代号2428的心情 它是被动元件的怎么样 现任股后 那股王就是国具嘛 对不对 那国具现在移情别恋 不是啦 就是说 我们大家习惯叫股后 就是排名第二高价 那你国具是股王啊 那你心情排名 被动元件第二高价 你就叫股后嘛 那本来股后不是他啊 看测标 是华星科 2492的华星科啊 那老船长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想了嘛 因为失去股后的这个头衔 差很大 但是我们现在来超级比一比 财富 人家讲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对不对 那财富就藏在怎么样 这个里面 内行的人是看门道 外行的人看热闹嘛 我带你看一下 首先你看到这是辛勤的股价表现 会不会输给航运股 各位观众 好像也不会啊 对不对 当然啦 这边套很多人啦 那不管啦 现在他的位阶在这 你看这股后哦 2428哦 你看国具 跟你看股王 股王压回嘛 对不对 股王先冲出去 比股后还凶嘛 压回 但是你注意看哦 他今天收红耶 你们要小心哦 被动援镜好像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们再打压我试试看 你们再瞧不起我试试看 我叫陈泰明耶 人家叫我担当耶 听得懂吗 那华欣科是何许人物 焦懂啊 焦懂你没听过 焦又很焦懂啊 但是我先讲 焦这个字要给他加强 焦加的股票很难做 散户哦 散户哦 常常都怎么样 赚不到钱 因为焦加的股票特别爱喜 你注意看一支股票 我叫你们不要去玩哦 你们非要玩滑邦店 滑邦店这一天涨 拉上去 冲到这么高 哇一堆分析师说看好低论怎么样 你们记不记得 你们把那个 YouTube有没有 那个视频哦 在手机上面 你调出这一天 这一天的日期 你自己去把它调出来 你会发现市场上哦 大部分的分析师都告诉你 低论很棒 你绝对看不到我老船长跟你说 低论很棒 因为国小 国小一年级我交一次就会了 被动元件跟低论 谁获利比较好 废话 那是不是问废话吗 被动元件比低论好那么多 我做什么低论啊 但是台湾的头顾老师 不管是节目的 收会员的 连线的网路的 他们要做生意 你听得懂吗 这一天就告诉你低论有多好 第二天摔死 通通不敢讲 现在再迫下来 没人敢讲 所以为什么大家瞧不起分析师就是这样 那我不一样哦 我讲人家之前 我告诉各位 我讲被动元件 我一直讲 它涨我也讲 跌我也讲 它涨我们不出 跌我们也不出 老船长你是干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还没开始大涨 老船长 低论就不能大涨 被动元件就可以大涨 我就知道你心里这样子的 再涨我 我再问你一次好不好 被动元件的获利是低论的几倍你知不知道 获利比较好的公司你不喜欢你去买获利比较差的 不能这样讲老船长 那刨帮电一张才三十几块很便宜啊 你如果做股票用这个股价的高低来决定要不要买股票那你完蛋了 那数学也是压蛋 有的人说我有一百万 股票怎么样 我要买那个张数可以买很多的 神经病 一张十块可以买一百张 老船长你知不知道 一张一百块只能买十张 这种人脑子都有动 股价会比较高 代表它基本上是比较优秀的 你总金额反而是买一百万 你管它张数是几张啊 很多人就是那种虚荣心 我要买张数比较多 根本就不会做股票 所以你看股价比较高的都是有钱人在做 股价比较低的都是怎么样 没有钱的散户在做 这就是宿命 所以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没有钱人越来越没钱 对吧 好那你看 华邦店也是交加的股票 很难做 对不对 我在那边提醒你们就不要去碰 那你要碰的话 也要碰怎么样 这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呢 我刚刚就讲了 一个是前任的股后 一个是现任的 你看这个现任的 很厉害很票悍 现在股价两百四十几 今天是上涨的 那你看这个华欣科 交加的 两百一十几 各位观众 两个现在相差三十二块 差三十二块怎么样老船长 你注意看哦 重点来哦 华欣科的获利哦 注意看哦 第一季赚4.06 我给你看心情的 你看心情的哦 第一季只有赚3.18 比华欣科要少哦 我赚的比你少 我今天收盘两百四十三点五 你赚的比我多 你今天收盘只有两百一十一 要吗你心情给我下来 要吗华欣科你给我上去 那老船长应该是哪一种 你看国王怎么表态嘛 国王今天告诉你我不跌了 你们要小心啊我跟你讲哦 国具会飙上去哦 我一直跟你们警告 外资看七百一到七百九十五啊 它今天收盘才多少钱 五百八十几块啊 很多股票它要大涨之前 它一定要洗盘 它凭什么让你们这些散户赚 你们看到它在洗盘就看好 就不看好它 对不对 很折磨人啊 没有涨也没有跌啊 哇那个很过瘾 每天当冲很爽啊对不对 你看那个航运股钢铁股 涨停跌停哇很爽 结果你爽了 结果你回头一看完蛋套牢 那都是主力的手法 你做不赢主力的啦 那我们参加投顾跟老师 就是要怎么样 用投资的心态 一步一脚一硬 开大门走正路 晚上睡得着觉 你要跟这样的分析师嘛 不是长什么就拿出来骗 你自己看YouTube YouTube的节目看三天就知道 几乎大部分老师都在骗人了 鬼扯淡 他今天讲好的 明天你看他节目 因为大叠他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出来骗的 我已经交到这么明了 你们还不会 不会去检查一下 哪些老师是骗人的 你会发现怎么几乎都骗了 看老船长 他讲被动元件 长也讲叠也讲 而且看法没有改变 对啊 这就是我 我可以不要收会员 没有关系 但是我收了会员 我就要对我的会员负责 我最后要让他们觉得 参加老船长 睡得很安心 而且怎么样 可以真正赚到大钱 而且你看老师把我们当人看 他不骗人的 你参加大魔头的 都当猪脑袋宰 有没有 你现在手上套了多少档股票 你要不要好好检视一下 你是参加哪一家 投雇哪个老师 你如果这样子还是鸵鸟心态 还不承认你的老师是大魔头 还不离开他 我告诉你 等你走向归零高之路的时候 你不要哀哟 你的积蓄没有了 这个社会很现实很残酷 你怎么生活 你怎么办 不要等到那一天 手上有一桶金的 或是有一堆套老师股票 没有关系 你来找我国海老船长 我一定带你所有资金 只压一档 时间可以证明 我老船长是对的 我告诉你 再讲一次 国具国王已经表态了 他告诉你我不跌了 你们要小心哦 当被动元件 狂飙大涨的时候 我的会员转翻的时候 你的老师开始出来骗 他说他看好被动元件了 你不要这样子的宿命的话 你只有离开他大魔头 来找谷海老船长 要有决心 也要有勇气 才会拿起电话 这一通电话 你不要小看 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现在开始拨打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